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Ryan吉他聖誕 今天,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跟大家分享一把非常非常特別的吉他 從我很小的時候,我就非常喜歡 Stevie Ray Vaughan 他在 Rolling Stone 雜誌中被評選為全球百大吉他手中的第12名 他非常精湛,而且狂野的演奏手法深深的影響了往後幾十年來許多吉他手 像是 John Mayer 還有 Gary Clark Jr. 聽說吉他之神 Eric Clapton 第一次在開車的時候聽見 Stevie Ray Vaughan 的廣播的時候 他驚訝的要把車子填在路邊,心裡非常激動 第一次聽到 SRV 的歌大概是在我國二的時候 第一次聽到 Pride and Joy 的時候 我就覺得怎麼一個人可以把吉他彈得這麼好 他的聲音真的是快很準 而且在某些歌曲像是 Tim Pan Alley 又可以聽見他非常悉尼的動態以及表情 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深深的為他著迷 每天放學就是抱著吉他傳播他的音色以及手法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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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那个时候我还为了他买了一把Squire的Classic 5 并且将护板换成黑色的 他最常使用的吉他是一把三色建成的Fender Stratocaster NEC是1960年产的风木情景以及巴西玫瑰木直板 在激烈的弹套之后 他将原本60年代比较窄小的Fret 改为比较高又出的Jumbo Fret 琴森则是1963年的三色夕阳建成 他为了致敬他的偶像Jimmy Hendrix 还将他的妖座改成了左撇子的版本 最后最招牌的是在他激烈的使用过后 而重度磨损的琴森 那么今天呢 我来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把 这把最近入手的致敬SRB的Stratocaster 它的NEC是来自于1989年的Fender Custom Shop 使用的是品质非常好的风木 以及和SiriVon一样的巴西玫瑰木直板 复古式的7.25英寸弧度 配上较易推选的Jumbo Fret 前面两段使用器是Fender致敬SRV的Tekic Special 黑色护板配上非常迷人的重度旧化漆面处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这把琴除了在音色以及外观上致敬Stevary Vaughn 在某些细节上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变 像是在琴头使用的是比较不容易走音的locking tuner 在琴桥的部分使用的是眼音非常长的KTS Titanium Saddles 在Bridge段的行器则是使用僵射的Thorn Barker 比起单线圈它的声音更厚实而且出力更大 会让这把琴在现代有更多的实用性 这把琴是谢震婷在整理以及旧化之后转让给我的 我第一次看到这把琴的时候觉得它的震动感真的是非常的不可思议 弦一下去就感觉到非常强的共振以及严阴 弹奏的反过感真的是非常的惊人 弹奏的反过感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总而言之呢 我真的非常高兴用了这把吉他 今天分享给大家 你心目中的梦幻吉他是什么呢? 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吧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咯 如果喜欢的话,请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加分享 我是Ryan,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